林委員長 主委你好,辛苦了 昨天啊 本席這個不是誰報紙在起舞 真有這回事 昨天的地方報紙有報導 我們宜蘭一位相親 他本來向中華電信 升級了三次的行動電話 九十二年來一直使用 每一支電話都差不多一千兩百多塊 可是其中有一支去年三月的帳單 突然間增到四千兩百多塊 那麼他就向中華電信查詢 要求查明原因 結果呢 在六月二十六號 中華電信就向這位相親 把另外兩支電話 同時遭到聽話 出分了 那麼中華電信還要他按月 繳基本費 太可惡了 他認為不合理而不願繳 結果被中華電信指控 說他是違約 除了基本費以外呢 還要追討八千九百塊的違約金 這個報紙寫得清清楚楚 這真實的報導 就可以查證 那麼這位相親呢 非常的生氣 就跑到憲政府的小保管那邊投訴 這位小保管呢 知道內容以後 講了一句話 非常的切笛啊 說現在是什麼時代 還有所謂的聯作法 還有所謂的聯作法 那麼小保管呢 他們準備把這件事啊 向省政院的消費者基金會 來做反應 希望能夠做一個適度的處理 除非你聽到這一段過程的描述之後 不知道你有什麼看法 那個報告林委員 這個消費者權益的部分 上來都是我們非常關心的 那關於這個案例 我想我們會去了解 我們會去調查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好不好 那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那至於就是說 他們之間的簽約 因為照我們現有的方式 中華電信他們也有表示 說這個是NCC規定的 規定的大概是一個原則規定 可是這種不合理的要求 你說明一下 好那個那個 林委員請他來說明一下 更不合理 委員我跟你報告一下 第一個他是根據營業規章跟服務企業 那這個營業規章跟服務企業 是消保會的那個換本裡面 然後你服務企業跟營業規章一定比換本更好 而不能更嚴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有任何的申訴 比如說服務企業有講到 你任何的申訴 然後在申訴還沒有合理解決以前 不能去做斷話的動作 所以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要去了解 這個是照這處理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在處理的階段 假如事情假如說不能解決 各雙方政績都不能解決的話 那可以根據消保法四四條 就有法院去處理 但是這個業者一定有經過摧腳的動作 因為我們今天我們電話會 我們到業底 但是他也不是不假 對 他說你突然間增加四十千多塊 我平常一千多 我查明清楚以後 我認為該假我一定假 那你查明的結果你還沒有讓人知道 委員這件事情 不管是說我們訂的服務企業 讓業者去用這個當手段 我們一定會去查明 不應該斷的 我們就應該要求他恢復 但是委員這提出來 我們一定會去了解 但是所有的營業規章跟服務企業 這些都是造 而不能說你業者去斷章起義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這事情的 他沒有斷章起義 可是你事實的處理 已經有違請你 對對對 我是說業者斷章起義 不是消費者 我們就是要去查看看 業者有沒有斷章起義 跟委員報告 我們不是講消費者 我們是跟業者看看他有沒有斷章起義 所以我們這整個事件 我們要去了解 跟委員報告 我們了解完以後 會跟委員報告的 所以這事件 本時有兩點的要求 請主委 你要盡快來處理 第一點 我們要要求中華電視 因相該 宜人相親道歉 處理掉太可惡了 不要說現在什麼時代 還有連作法 至少他處理的過程跟方法 是絕對不對 對不對 你事情還沒有弄清楚 你就把另外兩次電話斷掉 而且要人家繳基本費 都斷掉人家繳基本費 更可惡呢 要繳八千多塊的委員金 到底是根據什麼法律 所以一定要道歉 而且呢 要補產該用戶 因為停化 的影響 損失 不然人家做生理 人家做大事 有損失 並且立即恢復該鄉親所有門號的使用 包括帳單申訴中的門號 一直到申訴有結果 再看情況進行合理的後續處置 第一點 報告委員 我想我們會去調查 那我們去了解了以後呢 我們了解清楚以後呢 如果這個問題是業者本身的問題 我們會遵照委員的指示 我們會去要求業者來做到這些 剛才我們NCC也表示了 業者擴大解釋 或者是呢 把有關的規定扭曲解釋來處理 是 這個 不但是個笑話 而且呢 讓人家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了解之後 我們也會給我們一個報告 對 堂堂那麼大一個公司 他是不是以為他客戶太多了 對不對 我用這個方法掃幾個無所謂 對不對 好像財大氣出那種作風 不應該嘛 你如果說我相信你輸一下 我相信你輸這個味 是了解 對 第二點啊 NCC應醫行政院消保 應向行政院消保會建立 立即刪除不合理的連做庭話規範 進行適當的修正 可不可以 我請他來說明好了 來 為什麼還有連帶處分呢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稍微講 就是說 因為第一個 就跟委員報告 我繳了這些 我有這個門號 那我一個人呢 萬一我自己申請十門好了 然後我把一門呢 我就不繳了 我一門不繳 但是那門賣給我們講說 比如說賣給其他的人 然後他打了十萬塊 然後我不繳會 所以我們是講說經過是不是你打的 那你經過申訴查明以後 是責任是屬於消費者的話 你不繳才有做這個這個連做的動作 但是這個假如說已經有 然後已經有申訴了 然後這些還沒查明 是不能做這段的動作 其實在消消保會的那個那個換本裡面 他本來就明定這邊了 這個在換本裡面有經過消保會同意的 這個是說屬於連做的部分是說一定要查明是消費者不繳 那假如說我辦了十門 我一門就賣給別人五千塊 那他打一萬塊 然後我就是不繳 那其他九門沒辦法的話 會變成說大多數人的那個那個 比如說電信會委員一直要求降低嘛 那為什麼會降低 就是其他大多數是照規定的人去繳會 然後來彌補業者的呆帳 這就算呆帳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呆帳我們不希望存在 但是假如說真正消費你就要不 這個是在消保那個消保會他也通過這個換本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是在執行的步驟看是不是有 他的意思是說有這個必要來規定連做停畫 我們連做是要正當的正當的方法 對對對對對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那個那個比例原則要把握就這樣子 那就表示你們將來啊 對於這個中華電信或是其他幾個市場 都一定要做 對對對對對 要這方面的要求 如果有違背這種規定的程序 他就來支持 我們就根據 那應該要給他嚴厲的處理 對服務企業跟營業規章違反的話 你待會把刀他亂殺人 怎麼可以呢 跟委員報告他違反的話 我們就可以劃業者 因為違反服務企業營業規章 每次一劃就是十萬 那針對這個問這個案件啊 本期希望你們處理的結果啊 要提出說明 好 不能說這樣子 這也要探機才行 好 不然以後還會繼續發生啊 好 我們把處理過程跟委員報告 對我想那個部分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真的要查明責任的歸屬啦 查明責任歸屬之後就是剛剛您講就是說 有的是落實面的問題 使用面的問題 使用面跟執行面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兩邊最好不是認知落差 那如果有認知落差 當然我們會盡量寫出去 這個應該不是認知落差 對 資訊有錯誤啦 是是是 那我想我們會去了解 再來跟委員報告 定這個法是非常好 我贊同 本系贊同剛才你的解釋 對 可是被人來的濫用嘛 甚至超越了這個 他應該有這個職權嘛 好吧 那麼接下來呢 另外一個問題啊 想請教主委啊 我們這個行動上網費率偏高 我們遭到監察院的調查 提出糾正的意見嘛 這件事情啊 主委呢有做某方面的處理沒有 報告委員啊 我們有去那個 對監察院說明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把很多那個消費糾紛的那個案例啊 也整理了一部分 然後有跟他們說明 然後有些部分 我們要在那個跟業者在溝通 在改進的部分 這個地方我們也有 我想請那個還是請你來說明一下 好吧 那我們有跟監察院提出非常具體的回應 跟委員報告 他監察院他提的數字就是說 我上網超過他的容量最大的時候會有五千塊 不是那個 就是說我本來是林業租會的 但是你超過那個八火的話 就是最多線 第一個就是最大線就是四千塊或五千塊 我們講各家業者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已經做了說最高 你只能跟消費者不會 就是我們主委有交調 billing shock 就是說billing不要那麼大 所以我們可能監察院認為我們四千五千還是有努力的空間 那我們還會再去做這個努力 那其他你有訂的話是大概是一千塊至兩千塊 大部分你有訂 那原來你們是最高是五千嘛 對對對 其他都四千嘛 對對對 那結果現在有很多啊 都超過這個數 甚至還有最高到三萬九千多 那個不是 那個跟委員報告 那個是一個特別case 他有兩個 然後因為以前沒有訂那個價格 然後後來有訂了就是有材料 所以最多就是四千跟五千而已 那好啦 那這裡啊 本期要求主委啊 應該正式監察院這項調查報告 好好的檢討 以免啊 損害到我們用戶人的權利 未來應該定期或不定期到各電信業務者的門市 太遠實地的進行查核 要真正確保消費者的權利 好嗎 這個是本期的一個建議 那個林委員我們這個部分就是有在 因為我這個剛剛提到就是帳單震撼的問題 我們其實這個已經是現在在整個政策 然後關於去不定期的查訪以及要求修正這個相關的契約的部分 對消費者比較不利的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也正在做 我們正在做 對 對 對業者啊 對業者啊 連家來獨到考慮 是我們會去努力做這方面 我們會再加強 好啊 我們會就計額更多一點 有的是用的太過分了 對消費者 有的該用他不用 對不對 要保障我們消費者的權利為前提 好 謝謝委員對消費者關心 我們會努力去做 好謝謝 謝謝 謝謝